八月四日 星期二 凡不是我父所種植的 必要連根拔除 公讀聖馬鬥福音 那時 有法比賽人和經詩 從耶路撒冷來到耶穌跟前說 你的門徒為什麼違反先人的傳授 他們吃飯時 勁不洗手 耶穌便要群眾過來 對他們說 你們聽 且要明白 不是入於後的 使人污衛 而是出於後的 才使人污衛 那時 門頭前來 告訴耶穌說 你知道法理財人聽了這話 起了反感嗎 耶穌答說 任何植物 凡不是我天父所種植的 必要連根拔除 由他們罷 他們是核子 且是核子的 令牢人 但若核子令核子 兩人必要調在坑裡 上主的話 各位青年朋友 各位住內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我是天主教 陳志明神父 我們剛才聽到馬帝福音第十五章 我們可以說 人的愛在行為 其實都是在反映著我們內心的狀態 有些人雖然未必出聲 但在他日常生活中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天主的愛和平安 相反 有些人表面上 好像做了對的事 但在生活中 我們未必感受到基督和他有什麼關係 法律師人他們專長遵守舊有傳統的法律 但他們的心就遠離了他們祖先的天主 同樣我們都會問 我們是否一個乾敬參禮 光明天主 或者只是遵守規矩的人 同樣我們只是為了規矩而參加禮儀崇拜 而不是為了顯揚上主的光明 和有力量去幫助其他人的時候 我們其實錯失了分享耶穌所給我們的喜樂和平安 天主願意我們成為一個圓人 一個完整的人 就是內外要一致的 我們今天教會紀念這一位聖人 稱為雅立是很有意思的 記得幾年前教會叫做施多年 我們在香港教區 我們也組織一個團 有二十多人都是教區神父 我們去法國去朝聖 因為法國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朝聖點 和一些人物 聖民雅立是我們今次朝聖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們在那裡逗留了四天三萬刻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他那本書傳記去默想 特別去到他曾經一個很長時間 一個聽過解的地方 和他講到的地方 其實一個聖堂不是很大 不過你會感覺到一種靈氣在那裡 我們知道這位聖民雅立 一個神父被祝聖的時間 當時主例的李昂主教 他說教會不僅需要有學識的神父 更加需要有聖德的神父 當維雅立被祝聖之後 他獲章可以聽告解 因為以前來說未必一定可以的 要批准的 而第一個去告解 告罪的人是他師父 這個巴萊的院長 而實際上他日後很多時間 就在聽告解方面 不單止聽告解 其實他生活都很減薄的 他有一種的習慣 用虎邊打自己的身體 作為一種補償 也都很長時間 他只是每天吃薯仔 沒有吃其他的東西 就是喝水和薯仔 為什麽呢 他用他的言行 來補償他負責那區 教有五二深的罪過 因為當時的人不太喜歡受齋 但他願意為他們受齋 而正因為這樣的緣故 聖維瓦納這位神父的聖德 傳遍到周圍各地 每個人都請他去各堂去講道理 每一處的時間 那些人不單止聽告解 那些人不單止聽道理 都願意辦告解 失陪了很多幾天 而由於聖人維瓦納他很耐心 他感化了很多的人 使得很多當地的人都有一種改變 所以那些人來朝聖的人 覺得這一區的人很特別 態度很端莊 彬彬有禮 跟以前很不同 當然這一切都可以說是這位聖人 聖維瓦納的領導有方 善表可風 他們的教徒就說 這是天主的意思 要我們服從這位聖人 當維瓦納引領這個陽晟的時間 其實魔鬼到千方百計 日夜都折磨他 有時用一些很恐怖的怪聲 恐嚇他 用一些特別火燒他 那張床 用暴力傷害他身體 但是這些折磨 其實幾十年都是這樣 聖維瓦納說 見怪不怪,次之一兆 有人問他怕不怕 他說我已經習慣了 魔鬼圖我 甚至成為了夥伴 維瓦納受到一些無恥之徒 陷害他和攻擊他 甚至向主教投訴他 而主教對維瓦納的品性 他很清楚 有人說這一個聖人 好像瘋善佬那樣 主教在神父舉行集體避震的時間 他說我希望本區的神父 都沾上少少少聖維瓦納 這種好像瘋善佬的態度 其實意思就是說 這種福傳這種心火 聖維瓦納生前 成為了各地的人去朝聖 朝聖不是去的地方 去向這位聖人學習 那些人去就主要在告解庭裡 提出不同的問題 向聖人請教 去的人來說 每天都有幾百人這麼厲害 他聽告解 冬天用12小時 夏天用16小時 不單止這樣 11點鐘他都會講道理 有時候他都沒有時間準備 他就把他心想的那句說出來 不過那些說話 能夠打動他的聽眾的心 那些人白告解 哪些人呢?有青年人 有窮人 有錢人 有學識 沒有學識 有普通教友 甚至有主教的神父 阿修士都有 維瓦納來說 他們不會做一些很長的指導 只是幾句說話 就能夠使得告解者 有莫大的神益 那些人呢 下班告解等的時間 他們不會覺得好像煩躁 他們都每一個人都 出發力的時候 有一種力量 真心改革 重新做人 所以我們說 沒有人十傳十美 包括聖人都未必 十傳十美 不過我們與在主內 能夠可以重新開始 所以聖人維瓦納 可以說是一個好的榜樣 我們不單止欣賞你為聖人 今天聖經主要提醒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成為 其他人的榜樣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你要成為其他學生的榜樣 如果你是青年的話 你也要成為其他青年的榜樣 如果你是家庭主婦的話 你也要成為其他家庭主婦的榜樣 要能夠彼此無面 能夠在每日生活當中 善用天主的恩寵 能夠做一個聖人 做一個生活中的聖人 TGPJK